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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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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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师母、诸位上师上座 请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 同门上信大德就座 介绍贵宾 欢迎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秘书长廖东周大使夫人朱笛师姐 欢迎臻佛中中委会会计师Theresa师姐 欢迎中国中中委会法律顾问周慧芳律师 欢迎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登节目制作人徐亚琪师姐 欢迎庄俊耀医师 欢迎你们的历龄 我们也依照雷藏师往常的惯例 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统修的同门站起来 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级道场 我们先从龙边开始 师母好 上师好 法师好 各位同门大家好 我们这一次尊圣雷上师一共来了三十多位同门 朝拜师尊 感谢师尊的加持 欢迎你们 农边 如果没有的话 火边有没有同门 师尊好 师母好 大家好 我是西雅图的Jackie 佑芳师姐带我来这里 欢迎 师尊好 师姐 师兄们好 我们来自纽约的 我叫郭远文 欢迎 欢迎 师尊好 师母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纽约 我叫黄晓云 欢迎 师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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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我是女可以 虎边还有没有要自我介绍的 让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世界各地众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贵宾 帮他们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 同修莲花童子上师相应法 开始 拍掌谈指 观想 真佛中传承 那么大日如来 那么佛宴 佛墓 那么莲花童子 那么莲生佛佛 观想 师尊欲 诸佛菩萨 放光加持 持上师心咒七遍 Om Gura Lien Siddhi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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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 Om 修理修理 马哈 修理 修修理 修理 修哈 Om 修理修理 修理 修莫理 修模厘承 Om Gura Lien Siddhi Hom Om Gura Lien Siddhi fairy Om Gura Lien Siddhi Hom Processing 众弟子一心奉请 那么宏观盛免金刚上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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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高王观世音真经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佛 那么法 那么身 佛国有缘 佛法相应 常乐我境 有缘佛法 那么摩河般耶 波罗弥士大神座 那么摩河般耶 波罗弥士大明座 那么摩河般耶 波罗弥士无善座 那么摩河般耶 波罗弥士无等等座 那么尽光秘密佛 法藏佛 狮子后生主有王佛 佛告虚密登王佛 法护佛 金刚藏狮子游戏佛 宝圣佛 神通佛 药师流离光王佛 普光功德三万佛 善助功德保王佛 过去七佛 未来衔接千佛 千五百佛 万五千佛 五百花圣佛 百亿金刚藏佛 定光佛 六方六佛名号 东方宝光月电月妙尊阴王佛 南方树根花王佛 西方照往神通烟花王佛 北方月电清净佛 上方无数精进保守佛 下方上级月阴王佛 不量足佛 东宝佛 释迦牟尼佛 弥勒佛 阿处佛 弥陀佛 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 行足以地上 即在虚空中 持有于一切众生 各灵恩文修习 昼夜修持 心肠求送此经 能灭生死苦 消除主毒害 那么大明观世音 观明观世音 高明观世音 开明观世音 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文殊失礼菩萨 普贤菩萨 虚空长菩萨 地藏王菩萨 清凉宝山亿万菩萨 普光王由来化身菩萨 念念送此经 七佛四尊 即所昼夜 尼佛尼佛地 求佛求佛地 陀罗尼佛地 尼佛那地 毕尼尼佛地 莫佛启地 真人称地 俗哈尼佛尼佛地 求佛求佛地 陀罗尼佛地 尼佛的 皮尼尼佛地 莫佛启地 真人称地 俗哈 尼佛尼佛地 求佛求佛地 托罗尼佛地 尼佛地 WiseLife Americans 彼祂彼女主 阿米里得 摩佛加德 真人潜得 手下 念七遍往生做 南无阿弥陀佛耶 多泰加德耶 多泰亚太 阿弥陀佛比 阿弥陀 摄断佛比 阿弥陀 比较南帝 阿弥陀 比较南帝 阿弥陀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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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念观空座 Om Sobhava Sutta Sawadama Sobhava Sutta Han Om Sobhava Sutta Sawadama Sobhava Sutta Han Om Sobhava Sutta Sawadama Sobhava Sutta Han 观想大海上面万里无云晴空 月轮从海上升起虚空 月轮中用白色种子字 Hom字放大白光 月轮中Hom字旋转 画为根本传承上师 端坐大白连台 面带微笑 法相庄严 观想根本传承上师 天心部放出一道白光 直照自己天心 上师后部放出一道红光 直照自己后部 上师心轮放出一道红光 直照自己心轮 白红蓝三光 拥有自己身心 请大家仔细观想清楚 词根本传承上师 心咒一百零八遍 先做词炼珠观想 词炼珠观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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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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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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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一次同修功德回向 祈愿圣尊佛体安康 长寿自在 长驻世间 涌转法轮 恭请圣尊做总回向 奥格鲁连尊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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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请同修本尊莲花童子 放光加倍 祈请接引 忧民众往生清净佛果 请加持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红胸化肌 一切吉祥 祈请莲花童子 加持大众 加持大众身体健康 祈请莲花童子 加持重等 sciences 资良心肯 market 资良寄足 祈请莲花童子 加持重等修法 一切的障礙都能够弃除 弘化能够殊胜 一切唯逆足缘 戒消除 提琴加持 敬爱圆满 提琴同修本尊 莲花童子放大光明 瑕疵 深口亦清净 遵律 遵律 très 遵律 天罗神 载罗神 人离难 难离生 一切摘阳化为成 愿所祈求 皆能够圆满 愿一切违逆障碍 祈求 一切愿敌退善 问 功练三遍百字明座 行 叫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tja Sato Samaya Mah Lupanaya Betja Sato Dei Lupadichang Judzo Mepahwa Suto Kaya Mepahwa Sukho Kaya Mepahwa Anurato Mepahwa Sawa Siti Mepuraya Cha Sawa Gama Suta Mejitamu Sini Ranguru Hum Betja Siti Mepuraya Cha Sawa Gama Mepahwa Betja Mepah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tja Sato Samaya Mah Lupanaya Betja Sato Dei Lupadichang Judzo Mepahwa Suto Kaya Mepahwa Sukho Kaya Mepahwa Anurato Mepahwa Sawa Siti Mepuraya Cha Sawa Gama Suta Mejitamu Sini Ranguru Hum H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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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angkawan Sawa Takakata Bejama Mementcha Betja Pah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Bangkawan Siti Mepah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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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圆满足 Om Brin Om Brin Om Brin Om Maripaymi Hom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 加持同修圆满吉祥 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 恭请根本传承上师为大家做宝贵的法语开始 敬礼 两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四大八华王卡玛巴 敬礼 图登大吉上师 敬礼 谈成三宝 敬礼 今天的同修本尊 莲花童子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到会的贵宾 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术协调委员会秘书长 廖东周大使夫人 九弟师姐 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中国中中委会法律顾问 周慧芳律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 西亚齐师姐 庄俊耀医师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有啊 不乖不乖 谁啊 那个 史拉玛玛兰 那我们今天是做莲花童子本尊法 其实莲花童子它本身有各种颜色 不只是白色的莲花童子 任何一种颜色都有 所以今天大家不管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都是可以 各色莲花童子 它不只是一种颜色 它有很多的颜色 什么颜色的童子都有 你如果翻开这个客颂本 以前的客颂本里面有一个记 那个记 那个记好像叫做香薰大海 香薰大海 有一个记是这样子 那有各色的童子 手上拿着莲花 你们学过这个战绩没有 客颂本里面有 永昏大海 香薰大海 永昏大海 有这个客颂本 有各色的莲花童子出现 客颂本里面有 他们每一个人 有熟持着白莲花 这个黄莲花 红莲花 各色的莲花童子 都有的 香薰大海 我以前学过了 以前我是在台中 这个叫做慈樱寺 台中慈樱寺 有一个法师叫做善士法师 善士法师 善士法师 他教客颂 那我那时候有去那里 学过客颂 所以我知道有这个战绩 好像是过圣日的时候 佛菩萨过圣日的时候 要唱这个祭的 要唱这个祭 那莲花童子 那莲花童子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而且你到敦房 到了敦房 你说要看莲花童子 那么那里的管理也会跟你讲 每一个窟都有莲花童子 很多的都有莲花童子 所以这个也不是 他们也直接称为莲花童子 尤其是三一四 三一四库 特别标明莲花童子 而且南州大学 南州大学他出版的 敦房的书里面 敦房的书里面 特别有莲花童子的研究 这个莲花童子的研究 那这个都 也不用讲太多 因为大家都清楚 我们再讲这个密教大圆满 莲花童大士到西藏度化 他曾经在西藏有五十年的时光 在西藏有五十年的时光 是应西藏王赤松得真之邀请 当时西藏遇见一事 但每遭魔神破坏 这个赤松得真王问 吉父大师 如此情形如何是好 莫非我功德不够 这个吉父大师就回答 我是修菩提心的 只会吉净法 不会福谋法 福谋法要威猛的法力 才可以致敌 今那印度金刚座处 有乌金人名莲花生 其生是莲花化生 知道五明之邪 知道五明之邪 得西地 吹诸魔 八部天龙是侍者 一切天魔见之逃顿 以降乎诸多魔众 若请此人治 则诸魔不能为害 那么大家看这一段文字 应该都很清楚 这个命中注定 这个莲花生大师要到西藏度化 那么西藏王 那时候叫做西藏战朴 战朴的话 他是有西藏本身就有一个国王 一直到了狼达马王 是最后一个国王 他才 这个西藏王的战朴才没有 那么赤松得真王 当时想在西藏见一个事 但每次见 每次都遭到破坏 疾父是先弃 疾父 就是我们称为尽命 尽命大师 疾父大师 疾父就说 介绍 这个莲花生大师 去 帮助这个西藏 降乎所有的 这个魔神 这里有提到 这里有提到 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这个在学佛的人 还没有开始学佛以前 生活还算平顺 生活还算平顺 但有的人一开始皈依 开始学佛 有的人是业障很重 他的所有的业一起来 那么就会遭遇到不顺 不顺的事情 是有人这个样子 他平时没有学佛 一切都很顺 因为他的命运是在魔的掌控之下 那么你现在呢 要开始学佛 你怎么可以学佛呢 你一学佛就障碍到魔 那魔呢 本身呢 他会来考验你 或来制造那个障碍 那么有时候我们在 做回向的时候 刚刚我做回向 只是说 希望我们的红华人员 出去红华的时候 尽量减低那些 那个障碍 红华的障碍 像师尊本身在红华的 种种的障碍 有一些障碍会出来的 出来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这些障碍 给他弃除掉 要弃除掉 所以我们常常在回向里面 要回向说 希望我自己修行的 很多的障碍 跟来抵制我修行的这些 这个业障 能够让你自己本身清楚 或者有时候 刚刚不修还好 一修呢 马上有业障 就来了 一些障碍就来了 也是有人这样子 有的还算好 他业障不重 他修的话 没什么障碍 一切都很顺利 也有 种种状况都会出现 像有一个小孩子 问他的 问他的爸爸 怎么问呢 他说 爸爸 为什么每一个人结婚 都要挑好日子 爸爸就回答 因为结婚以后 就没有好日子过 结婚为什么要挑好日子呢 他爸爸回答说 你只要结婚了 你就以后就没有什么好日子 可以过 这个结婚也是有障碍的 刚刚结婚都是很好 今天晚上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联望上司就讲 他说有在中国大陆吧 有这个开车的司机 跟呢 开水泥车的 开水泥车的 那车子里面有两个人 他由于以为 那个路不是很平 所以水泥车 就掉到这个坑里面 其中呢 就有 有一个死人 一个重伤吧 一个重伤 然后一个死 那个死的那个人 他在死前 他还讲说 啊 我爱我的 妻子 我爱我的 儿子 我爱我的女儿 一面念念念念 念到最后就死了 这个 然后我回答了一句话 我说 这个一定是刚结婚不久 刚结婚不久 因为结婚久了 你就知道了 这个 我今天是这个样子 今天本来 我是有 有那个笑话 我是有挑选 然后放在南山亚瑟的桌子上 出门的时候啊 很冲促 就把那个笑话留在那个桌子上 那个 然后今天晚上同修 我一摸口袋 哎 糟糕了 怎么笑话没了 这个笑话没了怎么办呢 到时候 就赶快找 我这边桌上也有一些 我就找了一些 这样 那这是刚刚刚看来的 那这个是刚刚看来的 刚刚那个笑话是刚刚看来的 那个是这样子的 其实修行有的时候跟结婚是一样的 你将来呢 所谓下世归一 下世归一 是因为你要脱离人间的苦 你才归一 这个叫下世归一 你第一个认为 哎呀 这个人间太苦 求也求不得 这个 这个 烟青寨主 始终在前面 这个爱的人 始终在眼方 爱的人始终在眼方 烟青寨主 天天都让你看见 那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很多苦 身体又有病障 又有病 一下子 发觉自己也老了 老也有老苦 生苦 老苦 病苦 生病最苦 那么死也是很苦 所有的人都怕死 那么每个人都会死 所以人间几乎快乐的时间不是很长 所以黄金的时间不是很长 四十岁的时候就稍微花胖 那个六十岁的时候就血压就向上 七十岁的时候就会遗忘 像今天我就忘掉那个笑话没有拿来 那很多事情都很冲促 时光都不够用 人间 人间其实苦比乐还要多 苦比乐还要多 因为苦 所以你想说 哎呀 干脆我将来离开人间 到更好的地方去 这样子的皈依叫做下式皈依 还有一种叫中式皈依 中式皈依 什么是中式皈依呢 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了 人间是苦 那你尽心的修行 你要学佛 要到佛国净土 这种皈依啊 我要到佛国净土 我将来要学佛 要成佛 这是属于中式皈依 中式皈依 这是比下式更上一层 人间虽然苦 没有错 但是我要求起佛国 到了佛国 或者是到 得到佛的果位 第三种皈依叫上师 上式皈依 上式皈依 这是最高级的 也就是说 我不但要救自己 还要发愿去救所有的众生 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能够到佛国净土 这种皈依 发愿的皈依叫做上式皈依 三种皈依 但是皈依以后呢 往往就还是很多障碍会来 所以赤松得尊王 他想要弘扬佛法 这个西藏本身 本来就是很野蛮的地方 而且是属于边地 是边地 他不是中原 他是边地 那边地又这个很方野 很方凉的一个地方 文化很落后 而且呢 这个魔藏很多的地方 因为所有的人 大部分都姓奔波教 那时候赤松得尊王 想要把佛法引到西藏来 那遭遇到原来西藏的 很多的神的抵抗 这三神啊 这些神啊 来抵制 来抵制 那么莲华生大师进到西藏 就要先破除 所有那边的奔波教 所有的魔神 要降服他们成为佛教的复法 这是莲华生大师进西藏的 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他要在那边弘扬佛法 其实也非常不容易 有一个新来的这个上师啊 不是我们这个上师 不是在座的上师 新来的上师是 一个公司里面的 这个上师 对所有的部门的人讲 大家都是一家人啦 我们都应该为公司 尽力的工作 所以大家有问题 都可以问我 那里面的同仁就讲 请问你会骂人吗 上一个上师 情细很不稳 大家都有些怕 这个上师就笑笑的讲 你们都不用怕我 我是从来不骂人的 当大家都放下心的时候啊 这位上师就慢慢的讲 被我骂的都不是人 被我骂的都不是人 这个跟我以前讲的笑话差不多啊 卢师尊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卢师尊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但是随便起来就不是人 这是被我骂的都不是人 他意思就是讲说 这个其实莲华生大师进到西藏 被他降服的都是谋 人他不用降服 这个佛菩萨也不用降服 金刚复法也不用降服 真正要降服的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心魔 一定要降服 像我们来讲 我们随便讲一个 每个有时候 每个人经常 自己的心 自己的情绪 都是不稳定的 都是不是很稳定的 每个人都是不稳定 这个是正常 不稳定其实也是正常 但是太不稳定 就不正常 太不稳定了 你那个情绪太不稳定了 这样子动摇个不停 摇动个不停 一下子好 一下子不好 一下子好 一下子不好 这会影响到 不但是自己的福分 也影响到所有人的福分 所以我们修行人 主要 要没有情绪化的 这一种表现 实时保持在一个范围之内 你不会太情绪化的 去做事情 那情绪不能太高昂 那么也不能够太低落 低落就是忧郁症 太高昂就是躁郁症 你在保持在忧郁症 跟忧郁症 跟躁郁症的中间 就算正常 但还是不稳 真正的行者 是修到完全定 能够定下来 就算有什么非常狂喜的事情 你也不会表露出来 你非常的悲伤的时候 你也把它调回到中间 这个行者的态度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有情绪不稳的现象 你就必须要学佛 就是要学定 学禅定 才能够调整你自己的情绪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最重要 对了有一点 以前我们刚刚建好 这个增活复法原地的时候 大家都性气都非常的高昂 这个气氛非常的高昂 大家都在耕耘增活复法原地 每个人都写文章 一直在里面打拼 就是大家都很高昂 最近好像外力就减少 外力刺激你就减少 增活复法原地 好像文章也没有什么人写 文章写的人比较少 看的人也少 所以我们必须要持续的 保持着增活复法原地 让他本身还是生机恶然 这一点很重要 不要说 最近没有人什么 大家都不看 中活复法原地 其实有新的文章上去 你们也没有看 也没有人写 这个原地就等于好像快要快 荒腐了 这就是不可以的 所以增活复法原地 大家还是要复持 大家要看 而且要写新的文章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极富的回答 我是修菩提心的 只会极静化 不会伏魔法 其实只会极静化 极富也是对的 它主要是修静 修静的方面 但伏魔法 就是要连华生大师 那么这是要两个配合 你也要静下来 也要能够定 但是你也要能够度化众生 度化所有的 那个西藏原来的那些魔神 你没有度化他们 你只是极静 那不行 所以我们你看 我们的佛都是极静 那么我们的复法神 复法神在这里 很多复法神 这个也要有复法神在 那么也要有极静的佛 跟极静的菩萨 但是也要有降伏外道的 这个连华生大师 所有的金刚复法 都必须要配合 所以师尊虽然是极静的 但是我们当中也要有金刚复法 来根营这个真佛复法原地 而且大家还是要支持 还是要大家还是要看 有人根营 那么他才会把方符 变成这个生机央然 那么 降伏法 要威猛的法力 才可以致敌 印度金刚座处有乌金人 名莲华生 其实莲花生就是莲花化生 也就是莲花童子 其生是莲花化生 就是莲花童子 知五名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五名 内名就是佛法 功巧名就是基数 音名就是逻基学 另外还有音名 就是这个语文学 语文学 种种的这个医学 医学也是在五名之内 他懂的五名 得西地 就是得到成就 西地 就是成就的意思 成就 我们修行都必须要有成就 第一个成就就叫做相应 相应 你一定要相应 我们每天 在这个雷藏寺里面 现在天气冷 所以没有到外面去绕佛 但是我们在室内绕佛 在室内绕佛 每一次绕佛的时候 你们有感应到 阿弥陀佛降临的 请几手 有感应到阿弥陀佛降临的 还是有人棘手 还是有人棘手 那边也有人棘手 能够感应到阿弥陀佛降临的 这个就是有相应的现象 相应的现象 你念佛 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佛 那不是相应的现象 你祈求哪一尊降临 哪一尊真的降到你身上 那个就是有相应 这个是第一个息地 第一个息地 相应 因为你将来啊 你要念它 你在死亡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念阿弥陀佛 这阿弥陀佛它会显现出来 你有相应它就会显现出来 然后会把你接引到佛国净土 如果你念佛 没有感应到佛来 那么你将来死的时候 你念佛 佛也没来 那你这个念佛就没有到地 没有到达西地 这个境界 无论如何 你修哪一谈法 就哪一谈的那一尊来 你感应到了 就叫做相应 你感应不到 就不叫相应 像师尊每一次供养 这个师尊在吃饭 就把盘子直接拿起来 有化为整个西空都是供养 都是供养 那个时候你要请他 要请 请诸尊 供养诸尊 那么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身 供养自己的金刚上师 做献贡 再做欧马奉 念欧马奉 献贡的时候 这个佛菩萨道灵 他会给你感应的 他已经来了 他已经接受供养 能够这样子的 就叫相应 师尊每一次 在吃完饭 给大家摸顶 摸顶的时候 一定要祈求 本尊降临 摸顶的本尊降临 降在我身上 然后再给大家摸顶 这个叫做西地 就是相应 第一个感应 就是相应 相应没有的 那你们修法 不得力 还得不到力量 还得不到力量 你能够相应 就表示得到了力量 这样大家应该很清楚 什么叫做相应 这个经理对警察讲 说警察先生 我们公司的出纳员逃走了 警察就讲 这个保险柜检查了没有 经理回答 已经彻底检查了 他没有藏在里面 他没有在里面 这个经理本身 跟警察先生跟警察先生的对话 跟警察先生的对话 就是没有相应 警察问的是说 保险柜检查了没有 就是说到底掉了什么东西 问的是说掉了什么东西没有 但是这个经理听不懂 他说彻底检查 他没有在里面 这个就是没有相应 这个就是没有相应 然后他说我家失火了 好 那对方就回答 在哪里 他说在厨房 好 那 那 在厨房 那 到底在哪里啊 你到底在哪里啊 他说我在我家 他说我在我家 我 对方又问 我们怎么去啊 我是在问 我们怎么去你那里 他就回答 你们不是有救火车吗 这个就是没有相应啊 人家那边的人问你说 你到底是在哪里失火啊 人家问说 你家是在哪里 你是在哪里 就是你家在哪里 你的地址在哪里 你要讲你的地址出来啊 车子才会开去 那我们怎么去 你们不是有救火车吗 他说忘了 忘了告诉他地点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相应 很简单的 这个相应的事情 所以得到西地 第一个西地 就是相应 人家那个联华生大事 得到这个世间的八西地 跟初世间的八西地 他都可以得到 这个就是成就 这个叫做成就 我们简单的讲 我们密教开始 所谓念诵法 相应法 瑜伽法 全部都是相应的意思 你必须要跟你的本尊相应 跟你的上师相应 跟你的父法相应 你有了上师相应 你能够得到上师的利 你有本尊的相应 你得到本尊的利 你得到父法的相应 你就有父法的利 都可以显现出来 男生对女生讲 男的讲 我今天很不顺利 看见漂亮的女生 对我微笑 会让我心情好一点 你可以为我笑一笑吗 女生就讲 你想让我今天也不顺利吗 这个就是没有相应 这个就是没有相应 如果女生真的对他笑一笑 那就是有意思 有意思 女生对男生笑一笑 都是有意思 男生对女生笑一笑 也是有意思 这一开始是什么 是微笑啊 是眼睛对着眼睛 再来就是微笑 那个才有意思 不过我们出家人 守戒力 那时候戒是很严的 你修立宗了你就知道 眼睛不能看眼睛 不然会来电的 你来电啊你就死了 电死了 把你电死了 你这个心神摇晃 小路乱窗 不止女生小路乱窗 男生也会小路乱窗 上次我讲了一个笑话 一个太太对她的先生问 说你以前还没有结婚以前 你看到我都会小路乱窗 你现在呢 你有这种感觉吗 他先生回答 这个小路已经创死了 这个小路已经创死了 再也没有 这都是不相应的 不相应的这种现象 密教最重要 西地 跟大家讲 是相应 你相应了就有法力 所以连华生大士 他会扶魔法 为什么会扶魔法 因为他有覆法 他有覆法 在他身上 他能够摧毁 诸魔 能够把所有的 他覆法的力量 可以把那些 魔神降服 所以我讲 他一进去到西藏 一路都是降服外道 降服那些魔神 一路上都是降服那些魔神 他一进去 就很多的障碍来 那些魔神知道 连华生大士进西藏 是要弘扬佛法 一进西藏 就很多障碍来阻碍他 都是那些魔来阻碍他 那么他一一一给他降服 一一一给他降服 所以那时候 像那个大吉祥天 十二吉祥天 五常寿天 都是 本来都是魔 本来都是奔波教的魔 到最后都被连 发生大事给他降服 就变成佛法的复法神 大吉祥天 这个五常寿天 这是佛法的复法神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是奔波教的 奔波教的这个神 就是本教 就是黑教的神 他能够摧毁所有的魔 八部天龙是试者 八部天龙 天龙八部 我们有一部电影是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的这个电影 跟金庸写的这个天龙八部 好像不太一样 不一样 金庸写的小说天龙八部 跟佛教的天龙八部是不同的 是不一样的 那是属于天神 就是天龙八部 就是天龙八部 天 你用你的手印都可以招请天龙八部 你用你的手印都可以招请天龙八部 就是在天上的天龙八部 你都可以招请得到 那是天龙八部 是天龙八部 师尊以前讲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就是十二 十二个时辰 十二个时辰 你哪一个时辰 要招请某一个神 你所按那个时辰 像现在几点 现在是什么时 什么神 害 不会 害 吧 害吗 几点 九点 九点到十一点是害 那就是止这个 害 然后又招请印 又一只手用招请 用勾印 一只手指这个时辰 然后你招请 那个时辰的神 他就会降下来 降下来 然后你问他什么事 他就会帮你查 这个时间之内 都是属于他管的 他知道天下很多事 我们在会算的就是 这个时辰 你的大拇指按在这个时辰上面 然后用招请印 这个执日公操 他就下来 是这样子做招请的 所以莲华生大士 他八部天龙是侍者 他可以招请他们来 然后请他们办事情 一切天魔见识逃顿 所有的魔看到他都会逃走 因为他的法力很大 他的光很强 黑暗他就消失掉 男的对你的讲 我看到你 就有一种大海的感觉 你的就讲 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爱上我了 男的就讲 你别误会 我从小就晕船 看到大海就想吐 那是误会 误会了 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前 但那时候还没有电灯 爱迪生是发明电灯的 那就很早很早以前 其实我们很早以前 我在小的时候 我有去过澎湖 澎湖那时候还没有电力 还没有到澎湖的西夷 马公已经有电灯 西夷向下是没有的 我小的时候去过西夷 塞苏 塞苏 就是澎湖岛 里面其中一个偏眼的一个地方 现在呢 因为有跨海大桥 所以可以到西夷 没有跨海大桥以前 那里还是很偏僻的 还有很 澎湖还有很偏僻的农村 没有电力到那里 许多年前 在一个偏眼的农村 那里刚刚是通了电 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泡 不知道怎么关灯 就像以前吹煤油灯一样 我们以前那时候也是 点那个煤油灯啊 他怎么关灯呢 他对着电灯泡吹了半天 但都没有熄灭 就讲了 这玩意儿真好 还可以防风呢 你知道澎湖的轰沙很大的 我冬天的时候也骑过澎湖 在夏天我也骑过澎湖 冬天的时候我也骑过澎湖 澎湖的轰沙是怎么样子的 你如果是顺着轰走 轰从后面吹过来 你人往前走 轰在推你 还有那些沙一直在打在你身上 澎湖的轰沙以前很大 就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亲戚在澎湖 也就是那个叫做 叫钱家吧 他钱家 钱家超市 钱家 台湾的钱家超市 在澎湖 有二十几个家 都是他 都是他在负责供应 供应东西的 也是一个富豪 这个就是中国商行 马工的中国商行 你到了马工 我们称为马庚 澎湖马工 叫马庚的中国商行 老板 所有的所有的电影宴 也就是他家的 很多的土地 电影宴也都是他的 然后我到澎湖去看电影 都不用钱 因为是我伯父的儿子 我伯父的儿子 叫罗雕洪 是我们的亲戚 那里有一个儒家的宗室 就是儒家的宗室 我是属于福建分阳堂 福建分阳 我们儒家是属于福建分阳 从金门 从福建到金门 从金门到澎湖 从澎湖到嘉义 是这样子 我们儒家宗室 是属于分阳 那个上面写着分阳堂 我去到最早 我去澎湖的时候 还没有电灯 西里还没有电灯 真的很落后 那么以前当然 在西藏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电灯 那时候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电灯的 一切天魔见之陶顿 就像我们那个光明 只要你心中有光明 一些魔 它因为它黑 它就陶顿 有光明出来 在你身上显现 那个魔啊 鬼啊 这些魔啊 它就会离开 是一样的道理 像师尊给你们说 你们充患 师尊就给你拍 拍身体 拍啦 这一打身体 这个掌中有光出现了 在附在你身上的 所有的充患的 不好的东西 它就离开 那个杜师兄那天 不是讲哪一个吗 啊 越 越 越 蓝 对 他就是那个 被鬼残生 然后呢 我拿他的相机 就是家 家 家 喝好 之后 那一天 就是在老 拿给他讲 好 事情是这样的 在农历十二的时候 那个师姐 他鬼上身 鬼上身之后呢 他在家里闹 闹得很凶 因为我回去后 我去问 问这个事情 闹得很凶 一直说 你们要救我 你们要帮我 之后我会报答你们 之后 开始家里人 没人管他 之后他就砸那个碗啊 碑啊 砸掉家具啊 之后那个许愿真师姐 听到之后就去跟他沟通 知道他是鬼上身 因为他们家里的人 都不信这些嘛 之后 许师姐 他是师尊的弟子 所以他就去跟他沟通 他说 那又怎么样了 他说 你们要给我超度 要救我 之后我就来 报答你们 但是他就说 那好 明天正好是十五 那你赶快皈依师尊吧 就给他做皈依 皈依之后呢 我那天是星期天 就给他报了主起 主起 我们这边是下午三点钟 中国那边是六点钟 在这个时候 他就做梦 他就做梦 就是师尊那个大手应一笔 他那个鬼就可以去超生了嘛 他就说 你帮到我 所以呢我也要行使我的诺言 我要报答你 你明天十点钟 在你家的某某地方 你去买一百块钱彩票 之后他醒了起来之后 就洗刷后 真的等到十点钟 他就去那里买彩票 买了一百块钱 哇 中了十六万 所以这个鬼啊 本身来讲 他还是 这个鬼蛮讲义气的 你给我超度了 我可以转世轮回了 那他还是说 那叫我报一个名牌给你 你到某一家那个采建行去买 一百块 然后他就得到十六万 他鬼也报答他 说这个鬼还是蛮讲信用的 这个是好 这个是好啊 为什么呢 他知道他上了他的身 找一个人上身 他知道会有生活中的弟子 他也是这个人的亲戚 生活中的 就等于生活中的弟子 他的亲戚 鬼上身 生活中的弟子去帮他 来西雅图 到彩虹雷藏寺 那里做护魔 做足旗 他马上 我们做完护魔 他那边就 鬼就离开 就得到那个超度 得到超度的时候 就还抱他名牌 说这个鬼算不错的 他有脑筋 这是有脑筋的鬼 能够找上我们这个 生活中的这个 弟子的亲戚 这个上身 有这种现象 我以前也碰到一次 这个鬼还跟我讲 他说因为我要上你弟子的身 我才能够见到你 那个时候 我才能够把他 用掌拍他 他才能够得到超度 得到超度 这个鬼有这种现象 这个祥福诸多魔众 如果能够请连华生大士到西藏的话 这个所有的魔都不能危害 到最后 他那个庙就盖起来 最后 那个寺庙 他真的盖起来 有一个人买了一只乌龟 这个卖主说 这个东西能够佛一万年 这个买的东西买回去了 可是第二天 乌龟就死了 这个买的人很生气 就跑去卖乌龟的人 你看这个乌龟 我买回去就死了 那个卖乌龟的人就讲了 今天刚好他是一万岁 这个是很巧 这个生意人很厉害 生意人是很厉害 刚好一万岁 那个乌龟刚好一万岁 一名这个庙邻的少女 嫁给一位老富翁 婚礼上有人指着 新娘的背影讲 真是委屈掉这个小姐 你看那位老新娘 新龙 年纪都快赶上他爷爷了 这个老富翁就缓驳 我才委屈呢 他的爷爷只比我大两岁 我还要叫他爷爷 也有这种笑话 莲花生大师的寿命很长 他也是属于长寿的 我不知道他的年龄是怎么算的 他年纪是怎么算的 但是他的寿命是真的非常的长 那佛陀佛陀过世的时候 才几年他就出生 那这个 这个 茄业尊者给他 大茄业 大茄业 给他那个 替法 给他替法 阿难尊者给他这个受 这个做那个出家戒 阿难尊者给他受出家戒 这个大茄业给莲花生大师 这个替法 那个时候他就 莲花生大师就在 那么到了 这个 他在西藏 他在印度的时候 就已经修成了法 就已经写了很多法 在印度就本身就很有名 听说还是阿难舵大学里面 莲花生大师也曾经在阿难多大学 所以他的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长的这个寿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难尔 贝米亨 非常感谢圣尊的宝贵法语开示 请唱颂主准备 雷权师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 明天10月19日 星期日下午3点 圣尊将在采光雷杖寺 主堂妙音天律护魔法会 赤寿妙音天律法灌顶 讲授大圆满九次立法 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 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法会 10月23日 农历9月30 星期四早上11点 西雅图雷杖寺会 庆祝药师佛圣诞 举行佛前大功 即10月24日 农历10月初一 星期五早上11点 西雅图雷杖寺举行佛前大功 欢迎大家踊跃护持 同章法喜 共募佛光 2015年以未连2月28日 农历正月初十 星期六下午2点 西雅图雷杖寺举行新春祈福法会 欢迎大家踊跃护持报名参加法会 同章法喜 共募佛光 法会地点在西雅图雷杖寺 详情请参看 西雅图雷杖寺网站 tbsseato.org查询 请唱颂主带领大家唱颂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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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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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新皈依者到谈诚前常跪 恭请圣尊为新皈依者坐皈依灌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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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遣殷尊家慈大悲咒随即位佛相开光 咙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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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咙�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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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行吾如 ota 哲客 내�身 四 直 服 哲客 六 截 敬ạt 山 海 异 哲 ota 资 烈 受 抹 肉 毒 烈 生 四 直 ã 操 咖 谱 远 山 四 直 汪 大拇 aspirant 山 海 异 虞 двиг 中国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喘哩 On Gu robe lēn 阿弥陀佛 谢迪佛 请大家起立做大礼拜 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分三世一切祝佛 Om A Hom 二拜祝菩萨Om A Hom 三拜祝护法金刚Om A 是平等一起守 同修会圆满结束了 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家识 师母这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网络直播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现在继续这个小礼拜祝福